來 請進 黃小姐帶我們參觀 位在萬華的家 這是史上最快的都更案 原本該歡慶新居落成 但搬進來後才發覺 代價實在太高 一家稅還有管理費 繳7800多塊的管理費 等一下 管理費 以前住的老公寓 不需要繳管理費 如今新大樓 四房兩廳68.5平 一個月基本得繳7825元 基於使用者付費 還繳得心甘情願 但暴衝的房屋稅 讓都更戶實在吃不消 稍稅以前也不用 對啊 兩年後 可能是變4萬多塊錢 這樣 這就是住新房子的一個代價 活該我們要住新房子 黃小姐無奈苦笑 守著阻措等到都更這一天 原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沒想到台北市政府 還付上這份勿錯大禮 以前是零 突然變成2萬多 以後4萬 真的一個月薪水 就say goodbye了 對 對啊 那還是生活吧 對 同樣遭殃的 還有住戶朱老師 她的老公就是都更八起源 我們家以前的老房子 就是烏瓦的 這張很值得紀念 因為我們家的原來的樣貌 對啊 這一代原本的老房子 屋齡超過50年 因為折舊 房屋稅最多幾百塊 但新屋沒有折舊問題 再加上結構升級 也適用103年7月1號後 新的房屋標準單價入斷率 算一算 房屋稅暴增到4萬8千多塊 不過都更戶 享有兩年稅付減免 只是到了第三年 就得照繳房屋稅 從103年7月以後 拿到了死罩的人 那個就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雖精都增加 沒人料到美美的都更案 竟藏著重稅現金 太豪華了 我當然開心 開心就講不出話了 對趙剛入住時 接受採訪的滿心期待 如今 所以你說要都更 大家算什麼都不來都更 是我們這個公共的不知道 政府下重手課房屋稅 不少住戶後悔參與都更 本來就知心不一的都更案 恐怕越來越難推動 就是如果說我們還是講 自有住宅的稅率 還是很低的話 其實都更完 如果你是一棟房子 那個就OK嘛 你都更完了以後 稅會增加 但是應該是增加一點點 但真的影響不大嗎 以都更戶王太太為例 她和先生每個月 共領3萬多塊退休金 房屋稅平均一個月4000多塊 再加上每月管理費6000多元 相當於1 3分之1收入 支付 住房 基本開銷 每個月只剩2萬多塊生活費 還得再扣水電費 地價稅等等 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第一個階段 已經很不容易達成共識 第二階段 稅這麼高的話更不容易 你都更以後可能這一架子 被逼得自己要搬出去 為了受害 土地少 稅就多 政府應該把老地主 這些人的稅金的話 為主原來的 或者算一個整額 便宜一點的 那這些新住戶來的這些 就按照你們規定這樣子 恰盡他的稅 這樣政府也是賺錢 政府推動老屋都更 不僅改善市容 更重要的是 增進市民居住安全 但沉重的房屋稅 讓不少人選擇賣房子解套 守護一輩子的阻挫 換來住不起的新大樓 已經不是當初的 那個家 那些新大樓 雷